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告封城 被媒体和网友记录的武汉市街景 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 作为防疫抗疫的最前线 医院内环卫清洁等工作成为必不可少的固定需求 然而在隔离难以及人传人的重重阻碍下 医院基础岗位面临着人手短缺 和直接接触感染性废物的风险 一方有难 八方之远 为了解决医院环卫和清洁这一难题 一些科技创新企业也纷纷出动 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应该是大年初二的时候 看到现在情况这么紧急的话 就希望能够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们紧急地去调用人员 包括一些隔离上的措施 有一些员工是在远程 有一些员工是必须在现场办公的 我们也是提前地召集大家 然后说明了这件事情的一个意义 当时我们给自己盯的是十天 是希望十天能够完成整个的 抗疫版卧小白的改造 嗨 嗨 温小白 你好 内部清理钟 请稍等一下下 我叫我小白 我走到哪儿 扫到哪儿 当时在两年前设计的一个初衷的话 一方面的话是 我们希望自动驾驶能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场景 当时我们之所以选择清扫这个行业的话 是因为对于现在来说的话 无人清扫是一个刚需 它能够确实地解决目前我们 劳动力不足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清扫行业 70%以上的话都是在60或者70岁以上的这种 平均的年龄是比较大的 然后用功也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 研发这款产品的话 实现一个自动化的清扫 这样的话就能够减轻 我们清扫人员的一个劳动负担 清扫机器人是北京市的一家 自动驾驶初创企业 在2018年研发成功的 早在疫情爆发前 依托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 这台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社区 企业和半封闭园区上岗 并协助人工完成不同程度的 环卫清洁作业 而研发人员希望 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技能 支援疫情一线的清洁工作 出来做机器人 谁还没两把刷子呢 我握小白的刷子 也叫无敌旋转陀螺手 只要在我小手手的范围内 什么东西我都要扒拉到嘴边 然后用我大公寓的嘴巴 就开始呼噜噜的都吃掉 怎么形容呢 就类似你们说的吸尘器吧 我还有快吃和慢吃 两种进食方法 这啥吃啥绝不挑嘴 一对大刷子和一个大功率吸尘装置 是清扫机器人主要的环卫工具 研发团队依托自己成熟的 无人驾驶技术 打造了无人清扫 智能清扫系统 也正是这个无人的优势 为机器人的火身山之行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它通过远程操控 然后去远程设计 比如说去设计 我小白什么时候要去清扫 然后什么时候返程 它可以通过远程 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的话 来减少它现场作业的一个劳动强度 包括在车辆 遇到紧气情况或者危险 或者无法处理这种功劳下的时候 进行一个远程的操控 每次去一个新的地方工作 我都需要先用我的各种传感器 把我看到的路面情况 扫到脑子当中 然后技术小哥哥 会帮我把脑子里的图像画成地图 这个地图很厉害 有了地图 我就可以独立扫地了 为了给抗疫工作 贡献一份力量 爸爸们还为我特意增添了 很多新的功能哦 除了清扫的任务以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这种 阳神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开启这种洒水的任务 来保证整理环境上的一个整洁 针对武汉的疫情 主要的话 用途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良 我们是推出了一款消毒的功能 研发团队对机器人的硬件设备 进行升级 将洒水喷头换成大号 使其能喷洒出更大面积的消毒水 在软件层面上 开发了纯喷洒消毒水的模式 实现仅需通过人工设定程序 便可自主喷洒消毒水的功能 也就是说在原来的技术上的话 增加了喷洒消毒液的功能 这个是在用途上的一个最大的改变 通过AP端的话可以 第一个的话可以给小白下发 什么时候去清扫 然后去清扫哪些区域 然后要清扫几个区域 然后第二个的话可以去召唤小白 比如说希望小白终止某些任务 去执行下一个任务点 或者说回到清扫点 回到我们的充电点 回到我们的垃圾收集点 得益于最初 为避免清扫中出现阳尘 而设计的洒水功能 清扫机器人的消杀技能 很快便上岗上线 但是在抗议任务中 科研人员最引以为豪的 还是自己的无人驾驶技术 可是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 这项绝技会不会遭遇阻碍呢 与机器人平时工作的 园区环境不同 武汉火深山医院的路况 相对复杂 地面高低不平 内部道路上车来车往 医院的隔离病房区 更是布满了狭窄的走廊 医护工作者在走廊内 不停穿行 那么在面对跟自己 身宽差不多的狭窄走廊 和不断擦肩而过的医护工作者们 体型肥瘦的扫地机器人 又是如何胜任的呢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在技术工程师的协助下 对清扫机器人的 实障和臂障功能 进行了三次不同的测试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如果说我现在随便怎么样 过去它都可以实障是吗 是的 那我来了 真的很灵敏 它还有一个自动倒车的功能 如果它发现前面的路 不能走之后的话 它就会先进行倒车 就还是一个倒车 然后重新调整路线的反应 是的 下面我要选择一个 这种会移动的小车轮 然后从我们的机器人面前 急速地滑过 来测试一下郭小白的反应 我现在呢 正在等这个郭小白倒车 等它一会儿开过来的时候呢 我就会将这个车轮 急速地滑过郭小白前面 我们来看一看 郭小白究竟是什么反应 又拐走了 好 郭小白 来了 谢谢事实 经过我们这个 对郭小白的一大圈的追随之后 我看到了这个车轮 经过它面前的时候 郭小白其实还是非常灵敏地 停下了脚步 是的 经过第一轮的测试 清扫机器人通过自身的传感器 激光雷达 以及超声波雷达 能够灵敏地识别和躲避 人以及快速移动的车轮 泡沫 灭火器和矿泉水平 等大小尺寸不等的障碍物 那么除了简单的障碍物之外 无人驾驶技术还需要适用于实际道路 在第二轮测试中 我们将模拟减速带放在了机器人的前面 它是否会像正常驾驶的车辆那样 顺利地通过我们设置的模拟减速带呢 正常行动下的时候 我们减速带都是固定的 减速带没有固定的原因 所以刚才这个窝小白 在经过它的过程当中 是带我们这个减速带行驶了一段路线 是的 是用一点点的吃力 了解到清扫机器人可以顺利通过减速带之后 在第三轮测试中 我们将用厚度仅为4毫米的硬纸片 和薄薄的普通A4纸 测试一下机器人对于不同垃圾的识别能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 我的纸好像是吃进去了 不见了 窝小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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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看一下吧 哦 已经吃进去了 这里面其实就是平时窝小白 它会识别的一些自动吃到肚子里的垃圾是吗 哇塞 有这种 这是 对的 杂草 然后有这个烟头 还有我们的土 灰尘 沙子 还有一些纸屑 还有小贴纸都可以 经过三轮的测试 我们发现 清扫机器人在被技术人员设定好的工作区域内 依靠无人驾驶的基本功能 能够辨认出细小的垃圾和障碍物的基本区别 还能识别出急速移动的障碍物 而它的这种能力不仅确保了医院内医护工作者的安全 还大大降低了医院清洁工作者的工作风险 针对医院的话更多的是它的通行能力 因为它在感知和定位方面的能力的话是 是可以直接移植过来的 如果送医开发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 主要是针对它的通行能力作为了一定的优化 让它在狭窄的空间内能够通行的更加自如 那么清扫机器人能否顺利通过狭窄的道路呢 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在北京通州区的陆河医院内 清扫机器人的每日工作路线 经常要面对与自己身宽差不多的通道 为了近距离观察 它通过狭窄通道的能力 我们来到了它在医院的必经之处 等待着它 现在它面临的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 就是我目测 大概我这样伸开脚步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小白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们这条狭窄的通道呢 它的这个双闪紧直灯也是一直在闪个不停 应该是进行一个自我的这个角度的调整 好的 小白现在终于找准了方向 到我这边来 到我这边来 好 现在小白还是有点犹豫 小白倒退了一下 然后又重新调整一下角度 哎呀 前面的那个小扫把刚才好像蹭了一点点的边 小白蹭到了 哇 小白要过来了 好 好 哎 哎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走 耶 终于通过了所有的测试哟 现在我终于可以奔赴前线了 可以为我们的医护英雄们贡献一份力量 小白真的好兴奋哦 从2020年2月1日开始 一辆辆清扫机器人被派往各个医院执行无人清扫任务 并在武汉封城的特殊情况下 团队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一辆通行武汉的货车 2020年2月25日 三台改造后的清扫机器人搭乘货车 顺利抵达武汉火山山医院 并交付到解放军战士手里进行协助清洁作业 在解放军战士的指挥下 机器人以每小时清扫3000平方米工作区域的本领 成为火山山医院洗销队中特殊的抗疫志愿者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就是在人工打扫的时候 他们难免要去一些有人的地方 打扫每一个角落 或者是在某些地方 我们知道垃圾的话 也是要进行这种严格处理的 这个时候的话 通过这种机器作业的方式的话 都能够避免这些情况 这的话保持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的话 可以减少我们在疫情时候的 这种疫情的传播 截至2020年4月初 拥有无人清扫和消毒 双重抗疫技能的清扫机器人 已经在全国13家医院上岗报到 尤其是在直接接触 新冠肺炎患者的红区 大大减轻了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负担 如今结束了一线任务的清扫机器人 陆续回到自己最初的环卫岗位上 并利用自身新增的消毒技能 在各个园区企业等地 协助环卫工作者和保洁人员 完成相应的清洁任务 我们已经使用小白一年多了 工作能力真的很强大 户外清扫的比我们人工作业都要干净 效果很不错 或者用作也很方便 很实用 简单地教你一下子 就能掌握 而且特别的方便 2020年5月1日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事情 北京垃圾分类迎来新阶段 作为北京市一名成天与垃圾打交道的 窝小白 也努力地投入垃圾分类的 学习和适应中 垃圾分类学习中 第一步区分垃圾和非垃圾 第二步垃圾里面具体是什么样的垃圾 清扫机器人诞生以来 就与环卫和清洁任务 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疫情面前 智能操控的技能 迅速成为执行抗议任务的有力后盾 让机器人协助解放军战士和清洁工作者 完成大大小小的清洁作印 坚轻了一线抗议战士和工作者的劳动强度 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清扫机器人不仅体现了科技的创新 更重要的是 它代表着我们全民抗议的决心